传闻中的陈千千 人间油雾路棚因太油腻 演员陈腾月被蔡子油商家找上门 还记得传闻中的陈千千里面 那个在大郡主抛秀球现场中彩 然后走着走着就被一刀抹了脖子的 油腻小哥路棚吗 本来大家还在争吵到底苏木配不配得上大郡主 结果突然冒出来一个路棚 在他闪瞎眼的操作下 瞬间觉得苏木变成了小天使 虽然戏里面的路棚很讨人厌 但是演员和角色还是要分开的 这位饰演路棚的小哥哥陈腾月 在戏外还就是个拥有去灵魂的宝藏男孩 就在最近他发了这么一个消息 因为路棚这个角色不可堪比的油腻程度 小哥哥最近还被代言找上了门 为了钱 小哥哥还表示想再等等看会不会有石油找上门 毕竟听起来比蔡子油好像更油更贵 说不定出的钱能多些 再说这蔡子油都来了 石油也不远了 努努力 说不定就能承包人间所有的油物了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